小姐 小姐 你这怎么了 疯了 疯了 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慢慢不能做这种傻事 来人哪 快来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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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干嘛 小姐 干嘛 别闹了 小姐 别闹了 别闹了 小姐 千万不能做这种傻事知道吗 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难怪 她让你送她回家 原来要跟你办交涉 可这事也很平常嘛 用不着那么大闹 我不知道你们俩现在关系到什么程度 好像你们并没有什么婚约吧 婚约 我们什么时候有个婚约啊 都是你们平时开玩笑开玩笑的 太多次了 这事也变成真的是的了 你也不要说这些屈心的话 前几个月你还和她天天在一起玩呢 好像要结婚似的 就连母亲都怀疑你们是否有什么举动 也就是最近这几个月你才疏远她的 这可否是事实 开什么玩笑啊 你不是知道吗 我们打小认识感情也不错 但是从来没有谈婚论嫁 也没有正式求婚许诺过什么 不过老在一起随便玩玩罢了 亏你说出这无头无尾的话 我问你怎么叫正式求婚 怎么叫随便玩玩 其他事还可以随便 这种大事能叫随便的吗 既然你们已经闹翻了 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那也是 三嫂和的感情极好 我怀疑这次的是非是由她引起来的 大家都别站着了 赶快坐下来吧 这位是金炎之小姐 请随意 随意 您好 这位是金润之小姐 您好 这位是金梅丽小姐 您好 那位是金采莲小姐 您好 那位是金采莲小姐 您好 我们快过来坐呀 来 快来啊 快请坐 大家 来坐呀 诸位 请慢用啊 有一位在美国圣耶鲁大学的 米斯柳 认识吗 她叫什么名字 叫柳一兰吧 记不太清楚了 那是我表姐 怪不得跟你长得有些相像 是 夏家喜事那天 米斯金受累了吧 不是说魏小姐也来吗 怎么没来呀 对 本来一开始要 约她们夫妇二人的 可是听说她们两个人 去北戴河度蜜月了 这夏天旅行啊 沿着海往北走是最好的 气不干燥又很凉快 暑假期间不知道米斯金 在补习什么功课呢 其实也没有补习什么功课 不过是看些贤书罢了 看小说倒是一种不错的消陷方法 不知道看的是哪一种小说呢 也就是一些旧小说 哦 旧小说 是哪一类旧小说呢 无非是《红楼梦》三国演义之类的 《红楼梦》 我最喜欢看这部小说了 诶 在西洋小说里边 可没有像《红楼梦》这样 有几百万言的伟大著作呀 嗯 可是西洋小说和中国小说是不一样的 中国小说喜欢包罗万象 而西洋小说一部书不过一件事而已 果然是从国外回来的 随便说几句话 就有这么高深的学问啊 你不也是从国外回来的吗 我在国外就是空跑一趟 什么也没老着 你们慢慢聊 我去那边一下 嗯 慢用啊 都是老朋友嘛 你还客气什么嘛 是没了 我就不说那么多了啊 今天天气不错 大家随便走走吧 来 随意 来 周先生 这边请 嗨 怎么样 今天玩得开心吗 还好 你给我写的那封信我已经看了 但是 我欺慕你的话 是因为我出于志诚 可是为什么你要把我相聚之身呢 我就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能把信寄到金服上 是不便 难道就没有我转交的办法了吗 没有 你就是说 今天一见之后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了 奇怪 这姓柳的好像十分注意小莲似的 姐 你看出来了吗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也不知道什么缘故 小莲总是躲躲闪闪的 嗯 你没听那个姓柳的说吗 夏家结婚她也在那 我想自从那天起 她就钟情于小莲了 今天毕小姐请客 她把小莲也请来了 这或者也是有用意的 当毕小姐介绍她两个认识的时候 小莲好像十分惊讶 现在想想倒挺可疑的 咱把梅里叫过来 看那姓柳的能闹成什么样 有什么笑话可闹的 无非让那个姓柳的 多做几天白日梦好了 哎 我在这儿呢 你们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调皮 小孩子呀不要问那么多 又是我这小孩子 你本来就是小孩子嘛 走吧 或者等你上学 我把信给你寄到学校去 下半年 我又不在学校了 我们都是青年人啊 正是读书的时候 为什么不上学呢 因为 要回南方去 回南方去 我只想跟金女士 做个文字之交 我只希望你 能承认我是你一位忠实的朋友 那倒不必客气了 我要说的话 已经在回柳先生的信里 都说了 那你为什么还送我一个花球 花球 我并没有送柳先生花球啊 就是那个晚香玉花球 你托毕小姐给我送过来的 那一定是误会了 那个花球是我送给毕小姐的 不料毕小姐 竟然转送给柳先生了 我想就是误会 那我也觉得是很凑巧的 我只希望你能承认我是你一位忠实的朋友 我只希望你能承认我是你一位忠实的朋友 令杰有幸迹回来吗 刘先生回信的话 请向她代问好 请放心 我一定写信告诉我表姐 跟她说我已经和梅斯金成为好朋友了 相信她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一定会很高兴的 是的 我们都非常喜欢研究学员的朋友 有时间的话请到社下去坐一坐 好的 我一定会去的 要是社妹她不打出门 你总会见到她的 那好极了 过两天我一定前去拜访 那好吧 我们走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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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伯母 这都什么时候了 宋先生还没回来呀 七少爷来了 快请坐吧 见你的琴 见她在贵府大少爷门下做事啊 就忙了点 再说她又爱喝两杯 说不定啊又到什么地方去喝酒了呢 有这可能 太太 舅爷的电话 你坐啊 哎 明天晚上有空吗 跟我一起看电影好不好 你要是请我母亲去 我就去 对 请你母亲 老年人都不喜欢看电影 不用请了 哪的话 你要是不请她 我可没法说 好 我想个法子跟她说 好吗 我可不会鬼鬼祟祟的背着她去啊 大笔 伯母 您坐 您坐 伯母 您喜欢看电影吗 呦 看戏还可以 电影可不爱看 那影子一闪一闪的 闪得人眼花缭乱的 哦 是这样 我这儿呢 有张明天的电影票 过期不用呢 也就作废了 我肯定是去不了了 人在家里蛮可惜的 本来想做个人情送给您的 没想到您也不爱看电影 那就扔了吧 你不用认 送给我吧 请 给你去看吧 我一个人 不去 那有什么要紧的 一个人去玩多的事 可以啊 不用害怕 散场了之后我去接你 哦 不用了 让她雇个车回来就行了 要是有两张票就好了 伯母也可以一起去啊 诶 这儿 都帮你邀好了 这么早啊 还没几个人呢 反正我们也不是 因为看电影来的 我只是找个地方跟你 说说话 谈谈天 来 尝尝这个 挺好吃的 你干嘛这么客气 我一向是尊重你全的 自然要客气一点了 青秋 我觉得今天你 跟平时 不一样 是吗 更好看了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 要问你 包装毕业之后 你想做什么 当然是要上大学 上大学 上大学干什么呀 难道 你也希望像我的五姐六姐一样 天天待在家里 空有一肚子的学问 也没做什么呀 要是像你这样 世界上的事就没人去做了 吃饭的没人种田 穿衣的没人织布 那这什么世界了 我想你是误会我的话了 我的意思是说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只要简单快了就好 可必一定要去研究什么 所谓的高深知识呢 那你这话的意思 我就可以不用读书了 我倒是很想听听 你对生活和学问的理解 是什么样的 嗯 我觉得人还是应该自食其力的 学以致用 要不学他来干什么呢 我可不想做那种 放来张口 一来伸手的人 嗯 有意思 嗯 我怎么觉得 你好像在说我呀 七爷 呦 邱小姐 好久不见了 这位是 这位是冷小姐 这位是电影明星邱希珍小姐 坐 冷小姐 就读于哪间学校啊 人家女中 几年级啊 再读高三 哦 那府上住在什么地方啊 我住在乐花胡同 离学校不远的 乐花胡同 嗯 冷小姐怎么会住在那种地方啊 住在那有什么不好吗 不 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不好 对不起 我先出去一下 我去一家 我去一家就来 哎 青秋 你生气了吗 电影也不开了 我不太喜欢你们那边的朋友 你不失离小人的嘴链 她现在看不起你 是因为你住在乐花胡同 等以后你嫁到我们家 她爸今天还来不及呢 照你的意思 我还非得拍上你们家的高知 才能被人调得起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想想 摆脱贫困追求幸福 这有什么不好吗 这就好 让我去你们家 过那种容易一来伸手 翻来张口的幸福生活 那我都要问你 什么是贫困 什么又是幸福 像你们这种阔少爷 是根本不会理解的 我当然理解 并且我从来没有看不起那些弱者 就像对待我们家的那些下人丫头那 从来没有另眼相待过 一直把她当兄弟姊妹养对来的 别说了 实际上 你根本瞧不起来我们这些穷人 告诉你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我要靠我自己 去争取我自己的幸福 我从来没有同情你 金秋 我的女心 反正你还不明白吗 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你 反倒我觉得 是你看不起我 所以你从来不让我不好说 我不听 我不听 你看着我 你看看我 如果我跟他们一样 我能这样对你吗 再说 你身上有的东西 是他们一辈子身上也不具备的 我早就发现了 我不信你骗人 你怎么这么没自己 我看我 你不能这么自卑 你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 我是瞧不起你 你干什么 我 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你怎么说什么 我都听清楚了 我瞧不起你 我讨厌你 不 你不会讨厌我 因为在你心里 你知道 只有我才是真心喜欢你的 但是 但是 我可不喜欢你 请你让开 你回来啦 爹 你这么快就散场了 嗯 你是坐人家车回来的吧 干嘛总要麻烦别人啊 我是自己回来的 我是自己回来的 琴 这么大热的天 在屋里待着干嘛 快出来凉快凉快吧啊 电影看得我头晕 我想睡了 什么电影啊 好看吗 片子还不错 是一个讲家庭的片子 大一是让人家 家庭生活都很猛吧 不用提 肯定是 一男一女先搅合了一阵子 后来又结婚了 是吧 嗯 大一是这样子的 我啊 最讨厌那些外国电影 动不动就抱头亲嘴 多寒碜啊 这是人家外国的风俗 有什么好奇怪的 哎 那闹得翻天覆地的 为什么啊 到了后来还要结婚呢 这一层啊 你老可没批评错 不过 我听人家拍电影的说 如果不结婚 那就没人去看电影了 这也算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吧 这些新鲜玩意儿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可没有 就是有了 做父母的也不会让你去 你们现在可是福气啊 花花世界任你们去玩 看一场电影 就算到了花花世界啊 这还不是你让我去看的 不是我说不让你去 现在男女社交公开 一样的交朋友 我啊 也想开了 男女在一块交朋友 也不算什么 我们家现在不愁吃 不愁窜的 经常让你出去玩玩 开开心 妈还是很愿意的啊 哎 你说那金家七少爷 又送吃又送穿的 还给你舅舅找了件事 他会不会有什么 你以后少提那个金家少爷 怎么了 白天还不是好好的 莫非他对你 妈 看你都说到哪儿去了 那是为什么 反正我就是不想理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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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检查一下 都戴拳了沒有 戴拳了 戴拳了 小姐 這是門房送來的 說是來拜訪五小姐的 柳春江 你瞧 都是你惹的貨 這小腳上門來了吧 怎麼是我惹的貨嗎 明明是她來找小蓮的 這小蓮她是不能見的 這要是傳出去 不成笑話了嘛 那可怎麼辦呢 人還在客廳裡等著呢 這樣 我先出去見她一下 跟她說幾句話 就把她給打發了 姐 那你可快點兒 這麼多人等著我們呢 別耽誤事 嗯 知道了 是柳公子嗎 這是希克 不好意思打擾了 哪裡哪裡 我跟你表姐是同學 其實都是熟人了 不必那麼客氣 請坐吧 謝謝 柳公子今天來 有什麼急事嗎 也沒什麼急事 只是今天路過這兒 順便來拜訪一下 那就多謝了 以後要是有時間 歡迎常到我們家裡來做 今天真是不湊巧 我正好有事情要出去一下 所以不能在這裡陪你聊天了 這樣吧 你第一次到我們家來 我這張下差 陪你四處轉轉 吳媽 不必了 吳小姐如果要是有事的話 就去忙吧 我在這裡先告辭了 哎呀 柳公子 真是如此客氣 你看你剛來就要走 讓我們覺得真是慢待您了 不過真的是不湊巧 你正趕上我一個約會 不要緊的 我這次來本身就有點唐突 多少有些冒昧 如果要是下次再來拜訪 一定提前跟貴府先打個招呼 柳公子真是個斯文講理的人 現在我們已經成朋友了 以後就不用太拘於俗理了 吳小姐請留步 那我就不遠送了 幫我送一下柳公子 吳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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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姐 人呢 哎 老七 恭喜你啊 恭喜我什麼呀 二姨娘 好長時間了 都沒見你在家 今天可待在家裡了 還不可喜啊 幸虧父親不在這兒 如果他在的話 您這話就是火上郊遊了 我看你那個鬼師社呀 可以收起來了 要想做師呢 可以約一幫朋友到家裡來 何必花錢在外面租房子呢 聽說你到處借錢 虧空了不少 這事要被你父親知道了 那還了得呀 從今天開始 我呀就讓人每天盯著你 看你在那兒做什麼 媽 媽 誰說我鬧虧空啊 誰說的 六姐也參加我們師社了呢 你看著我幹嗎 我可沒說啊 哎 人都有個三窮四極的時候 我這個呀 根本不算虧空 聽你這口氣 就知道你虧空不少 誰說的 一會兒啊 我盤算一下你的開銷 看你的虧空是怎麼落下的 行行行 好 等你這 這 等會兒這個 這張就好 你 我糊了 這個臭小子 去去去 好 我找六姐去了啊 那 媽 給錢給錢 多少 真是看不出來呀 你還有一個相好在上海呀 怎麼說 你也想找一個 亂說 我呀 聽說 你早就想結婚了 就是五小姐不肯 姐姐你好壞啊 哪兒造出這麼多謠言 我 我非隔著你不可 別跑 小紅 快來幫幫我 別跑 阿南姐姐 你就饶了她吧 饶了我吧 小東西 你敢幫著她 點兒我一塊兒收拾 怎麼著啊 貓不在家 耗子們都造反了啊 哎 七爺 您今天怎麼在家呀 這前面也在打牌 後面也在打牌 所以我們幾個就沒事了 七爺嫌得沒事 就鬧起來 給我解解夢 七爺 你早來了 那我們剛才說的話 你都聽見了嗎 可不早來了 不該聽到的都聽到了 人家害喪嘛 七爺 你就快走吧 你敢轟我 我還沒轟你們呢 今天你們閒得沒事 我就美人給你們拍一件拆事 哎 那七少爺 你給我什麼拆事啊 你們家少奶奶喜歡吃燉蓮子 我就罰你 包半斤蓮子 我呢 給你個輕鬆的 把前後屋 牌用刷一遍 啊 而你的拆事呢 就是 前前後後都有牌 七爺幹嘛不敲牌去 哼 喬牌我是不愛喬的 跟打牌就不一樣了 這樣吧 你們三個陪我打牌 其他事都可以免了 好啊 好 哎 七爺 不過呀 我們打牌可打得小 七爺願意來嗎 大小無所謂的 那要是輸了怎麼辦 輸了 你們輸了 我借錢給你們打 好 哎 聽見沒有 誰輸了 七爺還能借錢呢 我們輸了多多的 反正輸了有錢 你這個壞東西 怎麼著啊 想騙我錢啊 再排到我房間來啊 好好 七少爺 我們來了 呦 帶錢來了嗎 帶了 一人帶了三塊錢呢 這還不夠收的嗎 六九三塊錢 這麼少 哎 七爺不是說了嗎 要是我們輸錢的話 七爺給 你們輸了就找我借錢 要是你們三家都輸了怎麼辦 那當然 三家都跟七爺借了 難道七爺剛說的話 就不算數了 對呀 好 算數 只要你們輸了 我都借給你們 今天我不贏錢不就行了嗎 那倒不見得 要是我們贏了呢 我不贏錢 誰還能贏錢呢 那怎麼不能贏啊 什麼好事啊 我也要請家 八小姐 我們打牌呢 打牌 七哥 嗯 你也任我玩四圈吧 不行不行 八小姐 您還是不要來吧 今天啊 七少爺可是個輸錢的方向 難道 你還要替他輸錢補償啊 不會吧 打完四圈還不換手氣啊 這換手氣 那也是頂著他的方向啊 到時候啊還得輸錢 我說小蓮啊 你這壞信仰的東西 你憑什麼說我會輸錢呢 阿麥你今天別來 我非贏了他們三家不可 好呀 但除非後四圈 你改變了打法 要不然啊 您未必能贏我們的錢 除非呀 你們三家捏過好了算計我 不然我怎麼會輸呢 是不是呀壞東西們 沒有 沒有 絕對沒有 你們就讓我玩會兒吧 怎麼都不讓我玩啊 七哥 七哥你就讓我玩會兒吧 七哥 好了好了好了 讓你玩不就行了嘛 不過提前聲明 我打卡算我的 跟別人看沒關係 還算你的 錢算我的 你有幾個錢呢 那要是我輸了呢 當然也算我的了 你說的啊 我讓你們有錢 三上哪些有錢 嗯 又有什麼事啊 先打著啊 我來收錢啊一會兒 唉 金大哥 嗯 金大哥 我們今天幾個呀 好不容易湊在一起打牌 唉 你幫我們去廚房拿著點心呗 唉 你個小小側騙子啊 敢支持其我來了 唉呀金大哥 我們幾個講好了 誰贏了誰請客 到時候啊 我給你抽成 嗯 好好好 好 唉 唉 多贏點錢啊 嗯 謝謝 你走了 走得很遠 我在秋的身後 珍重地拾起一張 放紅的枫葉 把它掛在 西陽照到的牆上 並排掛著的是 並排掛著的是 你的小影 微笑 在林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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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缺两百块钱 要是能从什么地方 挪动一下就好了 二弟 你在京大少爷那里做事 另外还有了差事 这手头应该宽裕多了 怎么还闹饥荒呢 你怎么忘了 南方老太太早就来信说 今年秋天要做八十大寿 派咱们出两三百块钱呢 眼瞅着这日子就要到了 咱们得想点法子呀 我看弄几十块钱来敷衍 总是说不过去吧 这事我倒是忘了 真要是凑不齐的话 青秋那儿倒有几件首饰 拿出去换了 总能凑几个钱吧 那外甥女儿她肯吗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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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还是别跟她提着事了 我倒是可以和气 你也 验西兄 商量商量 朝她借几百块钱 到年底的时候再还给她 人家已经帮了我们很多忙了 怎么好意思老去求人家呢 再说我们跟她非清非故的 总去找人家 我看是不合适 朋友之间互通有无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你要借啊 去找别人借 别找金家借 秦爷 妈 我把碟子给您送来了 唉 几个空碟子着什么急啊 留着用呗 您给我们家送了那么多东西 太太和我们都过意不去呢 哪好意思留这些碟子 来 你们家小姐呢 怎么一整天都看不着呢 太太和小姐怂气了 怂气了 怂气了 因为昨天晚上的事吧 是 昨天晚上一回来 小姐就绝个嘴跟太太怂气 今天又为舅老爷的事 舅老爷要借两百块大洋 太太不肯 就要把小姐的手势当了 静蓉 在 七爷 有什么吩咐 取三百块钱给韩妈 让她交给老太太 是 七爷 那我替太太谢谢七爷 韩妈 不谢 跟我来吧 这个东西还挺沉的 这东西 这什么呀 新大洋 你知道我这两天正在打钱的主意 就拿钱来寒碜我呀 太太 你不信 我打开给你看 你看 你从哪弄来那么多钱啊 我这不是会变戏法吗 我听说太太您缺钱用 我这么一变 你看 就来了 不用问 肯定是她二舅从隔壁借来的 钱哪是金少爷家的 可是不是二舅去借的 是金七爷 听说太太您需要用钱 就先让我给您带来的 金少爷这人的手可实在是送 人家还没跟他借呢 他自己倒把钱送来了 你说我是收下呢还是不收呢 太太 太我们干吗不收啊 这钱又不会烫手 嗯 钱我先收下 你跟金少爷去说一声 以后啊 这钱我一定要还他的啊 哎 妈 哪来这么多钱啊 你舅舅借的 他借这么多钱干吗 他自然有用 你小孩别管那么多事啊 妈 嗯 我可以剪头发吗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不管 你自己做决定啊 可不是吗 我听金七爷说 他们家的人全都剪短发了 我剪我的发 他们家人剪不剪发 关我什么事 我的意思是啊 现在呀 可流行太太小姐们 都剪发了 秋儿 剪是可以剪 可别剪得秃头秃脑的 太难看了啊 自然不会剪成那样 东郊米巷 有家外国人开的理发店 真的不错 我们好多同学 都是在那儿剪的 嗯 秦秀 你可真酷呀 还要上东郊米巷去剪头发 欢迎欢迎 你的家伙 你在家里配你的夫君 出来下宝什么呀 哎 我们会学友谊在心啊 不许剥得我的自由 你还挺厉害的 嗯 秦志啊 你真打算剪头发呀 是啊 我还想着去那个外国里发店剪呢 那何必呢 你看我这个样子啊 就是小梅给我剪的 你看好不好看 挺不错的 小梅 嗯 要不就你帮我剪吧 嗯 好啊 不过 你这儿没有推头的剪子 也没有剪长头发的剪刀 我怎么剪啊 嗯 姑娘们 来 喝水 谢谢 寒妈 你帮我问一问 谁家有剪发的剪子 姑娘你真的要剪头发呀 是啊 你想法子帮我戒一个 好好好 我去见 走得很远 我在秋的身后 珍重的拾起一盏 半红的枫叶 把它挂在 夕阳照到的墙上 并排挂着的是 你的小影 微笑 在林间 七少爷 寒妈 有什么事吗 不好意思 又来麻烦您了 啊 干吗这么客气 我们家小姐要剪头 想借个剪刀用用 不知道七少爷 您方便不方便 是你们家小姐 让你来找我的吗 那倒不是 不过她给我下令了 说一定要借回去 我想七少爷家姊妹们 这么多 别说是剪头的剪刀了 就是烫发的火钱 也少不了的 你先回去 我让金蓉回府拿了之后 给你们送过去 哎 谢谢七爷 嗯 其实啊 这事儿也怪秀珠她自己 她一点亏也不吃 总以为自己是花中之王 谁也抢不走她的心上人 她太任性了 只要不是别的因素 我练习少爷那儿 就请妹妹你 多多操点心了 你也在修筑妹妹 一片痴心的份上 就请帮帮忙吧 三少奶奶 白太太 什么事啊 三少奶奶 七爷没给你打电话吗 哦 是要借剪头发的工具吧 是的 是谁要用啊 还用得这么急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七爷没跟我说 拿去吧 早准备好了 谢谢三少奶奶 嫂子 您放心吧 回去跟白哥哥说 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 老七啊 她为妻怕我 就连老爷子老太太 都管不了她呢 那可太好了 就拜托了 不用客气 就剪到这儿吧 秋儿 嗯 借来了 好漂亮的匣子 你这跟谁借的 能用就行 管她跟谁借的干什么 往回去 算了吧 好不容易都借来了 对对对 秦秋 你排行是老七吗 这是谁写给你的 怎么这样称呼 这写信的人啊 叫玉芬 肯定是个女的 我想啊 里面大概没有什么 看不得的 所以啊 我要拆开来看看 那可不成 我自己还没看 我怎么知道 新的内容能不能公开啊 这个人 怎么称呼你老七啊 我哪知道啊 你还是帮我剪发吧 啊 我可先什么样 我这剪下去 可就接不上去了 那可不行 你要是帮我剪不好啊 你就得向法子 帮我接上去 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动手了 来 清旧啊 本来就很漂亮 这一剪头发呀 就更加俏皮了 剪得真好 这法式有个名字吧 叫什么来着 这个名字太好了 叫受月式 你就别美了 人家不喜欢剪发的人 肯定觉得这样子奇怪 哎 你今天新剪了头发 应该啊 去外面拍一张相片 是啊 冷小姐 这边